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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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版本当中呢 重点在这四个方面做了优化 包括提供了可视化的部署方式 新增了基于Serverless GS函数的瓦片分发能力 第三个增强了建站的能力 以及在操作上更加高效和易用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可视化部署 在我们之前的版本当中呢 当我们需要去部署这个GS运套件的时候 需要使用终端命令行的方式来部署 而且部署的文件呢 包含一百多项的这个配置项 需要部署人员依次的去梳理和填写 这就导致了我们对这个部署人员的 技术要求比较高 而且配置项很多 填写起来十分不方便 而且在使用这个终端命令行的方式的话 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进度反馈 比如说如果说遇到一些问题 它会卡住 但是因为没有反馈信息 我们可能不知道它应该去怎么解决和排查 最后安装的结果也没有具体的一个提示 可能一些有条件的客户可能可以通过这个KBS的监控页面 来查看服务状态 从而来判断这个是不是部署成功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上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提示 另外一个场景的话就是在一些客户的环境当中 它可能比较局限 它不能去提供出来这个终端命令行 而且一次的话也可能只能部署一个镜像 但是GS云套件往往包含比如说几十个镜像 这样的话就操作起来十分不方便 甚至可能会出现不能部署的情况 针对这些痛点 我们就推出了一个可视化部署的方式 所有的配置和部署和部署的操作 都可以在这种可视化的一个部署中心界面上来完成 就是浏览器浏览器访问站点 然后通过这个界面就可以进行部署 具体的呢 就是部署中心中提供了一个配置的向导 每一个步骤都直观地展示出来 以及当前我们正在执行哪一个步骤 它会有一个点亮的效果 然后已经配置过的 它就有一个对勾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样部署的人员呢 就可能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感知 然后同时呢 还有一个把所有的配置都提供了这种可视化表单的方式 提升我们一个操作上的体验感 然后与此同时呢 还有如果说我们系统当中已经配置过了一些环境 比如说像KPS Server NFS这些基础的环境 还有一些三方的数据库的环境 如果我们之前系统中已经部署过了 那么我们部署中心也会检测到这些环境 然后把相关的信息自动地填进去 从而节省我们的一个操作时间 配置完成之后呢 系统就可以根据我们之前在配置当中填写的这些信息 开始部署 在部署的过程当中就提供了这样直观的一个进度条 还有描述信息 可以明确地展示当前进行到哪一个步骤 正在执行什么步骤 如果说可能存在一些错误或者失败的情况呢 也会有这样原因还有解决方法的提示 来告知这个部署人员怎么来排查和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就快速地演示一下我们可视化部署的一个完整的操作吧 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界面上只需要点击鼠标 就可以快速地把这个JS云套件安装部署起来 相比之前我们终端命令行的方式的话就更加简单直观 降低了我们的部署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同样的在卸载方面呢 也是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界面 以前也是通过这种命令行的方式进行卸载 然后也是没有进度的展示 卸载的结果也不够直观 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在界面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卸载的过程 和状态 而如果说出错了 它也会有这个直观的一个反馈信息 第二个新特性就是 新增基于Serverless GIS函数的瓦片分发能力 在之前的版本当中呢 我们边缘GIS产品SuperMap iEdge 可以用来代理经典版iServer当中的GIS服务 通过服务代理和缓存加速技术来提升客户端的访问效率 在新的版本当中呢 云原生GIS也和我们的SuperMap iEdge进一步的打通了 iEdge目前也可以代理这个GIS云套件当中发布的GIS服务 并且GIS云套件环境下也可以去查看所有代理了服务节点的相关信息 来便于统一的监控 与纪念满相同 GIS云套件里面代理了服务的这些节点呢 GIS云套件也可以将切好的二三维地图瓦片分发到各个代理节点上面 因为我们通常会把这个SuperMap iEdge部署在更靠近用户的地方 所以可以更快速的来响应用户的请求 提高用户访问地图的一个效率 与经典版SR不同的就是在GIS云套件当中 我们瓦片分发的任务 它是以Serverless GIS函数的方式来运行的 资源呢是自动按需启用的弹性绳索 不需要人工参与运维和关注底层资源 并且在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将会自动释放这个资源 使资源使用起来更加集约 我们通过这个演示的图章中可以看到 这个托扑图里展示了就是绿色的小节点 下方绿色的小节点就是我们分发任务的节点 它的绿色表示它正在运行的一个状态 然后如果说这个任务结束了之后 它就会自动释放掉 第三个新特性是在建站方面进一步增强 能够满足更多的一个业务需求 首先是在iManager当中 支持新增创建海藻堆向存储数据库 只需要简单的配置 就可以快速地创建并且使用 而且提供了全方位的监控能力 支持创建海藻数据库呢 与SuperMap iServer支持S3存储 完成了业务闭环 这个在刚才我们同事的报告中也介绍到了 iServer也支持S3环境的一个海藻数据库 我们可以通过iManager来快速创建这个海藻数据库 从而形成一个业务闭环 通常我们可以在需要存储大批量小文件的场景下来使用这个海藻数据库 第二个是iManager当中还新增支持了 一键创建Neo4J图数据库 Neo4J图数据库是用来存储知识图谱数据的 与SuperMap iServer的支持图谱数据服务能够形成业务闭环 而且通过iManager来创建Neo4J图数据库 系统管理员也不需要关心我们部署数据库需要的一些软硬间环境 只需要简单的配置一些参数 然后就可以快速的创建 从而降低一个运维成本 同时在创建了这个图数据库之后呢 也是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监控运维的能力 在数据库监控的方面呢 我们发现就是很多项目国产化的要求可能比较高 所以在新版本当中 iManager就新增了一款国产数据库人大金仓数据库 通过填入这样 通过这个演示可以看到 填入一些数据库地址 用户名密码等信息 就可以轻松的去添加监控 更加适配的我们一个国产化的一个需求 添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图表来查看一些指标 包括像提交数 连接数 读写文件耗时等等多项指标 然后系统可以 系统还会自动检测数据库的状态 如果说发现了数据库状态异常 还有会自动报警 然后从而去协助管理员 进行一个快速的部长排除 规划资源等等 第四个优化是在操作上提供了一些 在应用性方面进行了一些优化 首先是新增了 支持通过可数化表单定制站点模板 在我们之前的版本当中呢 定制站点模板是需要 通过三方的一些软件来编写这个YAML文件 然后进行上传 同样是对这个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比较高 门槛很高 难度也比较大 所以呢在新的版本当中 我们就将这些 站点定制需要的参数 把它都写在了 开放在了界面上面 然后就不需要用三方的软件 编写这个文件 只需要填入这些按照这个要求 我们一次填入就可以了 然后降低了这个模板定制的难度 更易操作 同时呢 对于已经添加好的这个模板 我们还提供了编辑的入口和界面 像以前的话 我们要对这个编辑好的模板进行修改的话 就需要先把旧的模板文件给删除 然后再通过别的软件 编辑好之后重新上传 操作非常有冗余 然后不方便 现在我们就直接将这个编辑的入口 还有界面 直接提供在界面上面 从而提高我们的一个操作的效率 在备份功能方面呢 也变得更加易用 这个站点备份功能 是针对整个站点的配置信息的备份 在之前的版本当中呢 当我们需要进行备份的时候 是需要人工手动去触发的 在新版本当中 就新增提供了定时备份的功能 支持设置备份的时间 还有备份周期 比如每天和或者每周的指定日期 这样可以在减少人工参与的同时呢 也能够进一步提升 我们站点的一个抗灾能力 然后保障系统可靠性 然后降低一个数据丢失的一个风险 利用性 另外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些批量的操作 来提高这个功能的一些功能的应用性 比如说像这个支持批量更换服务节点镜像 这个场景 这个一般是用在当我们需要我们开发人员进行一些功能升级或者说修复了缺陷以后 用户测需要去更新镜像 就把相应的服务节点的镜像给更新成最新的版本 在之前呢可能需要对每个服务节点一次去更新 但是服务节点如果很多 通常在生产环境中可能服务节点就数千或者数万条这样 然后就可能操作起来就非常不便 然后在新版本当中我们就支持批量更换服务节点镜像 现在的话就只需要先筛选出同类型的服务节点 然后统一的去修改 把这些服务节点的镜像只需要修改一次就可以 然后减少了人力的消耗 节省的一个操作时间 另外一个批量操作是说是针对于我们通过数据库来发布的一些服务来说的 因为比如说在生产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数据迁移的一些场景 导致数据库的地址会发生变更 或者在因为一些安全性的要求 需要经常或者定期的去修改用户密码这些账户信息 为了保证这个服务实力能够正常运行呢 我们就需要去更改这个服务实力的数据员配置信息 但是通常这个服务实力 它在比如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它会发布很多服务实力 就数千或者数万条的服务实力的情况下 依次去修改数据员的配置信息操作非常耗使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个批量去修改服务实力的数据员信息 就是先只需要去先在某一个需要修改的服务实力当中 去把这些数据员信息给更新了 然后勾选上这个应用到该数据员的所有服务实力 然后这样的话 把这一个确定更新之后 所有应用了该数据员的所有服务实力会同步的更新 只需要修改一次就可以了 从而节省了一个操作的时间 接下来呢 我就对这个我们重点的新特性做一个小节 首先是我们在部署方式上面 我们提供了可视化部署的方式 降低了部署门槛 然后使部署的操作更加简单 第二个是新增了基于serverless GIS函数的瓦片分发能力 实现了功能的一个云原深化 以更集约的方式来实现瓦片分发 第三个是通过新增快速创建和监控更多的数据库 系统管理员不需要去过多的关心和准备这个数据库部署的软件环境 然后提升一个降低一个运位的成本 最后呢是针对一些功能提升了应用性 然后从而提高我们的运位效率 第三部分呢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阶段SuperMap 云原深GIS已经应用在了哪些项目上面 以及核心创的一个适配情况 这个两个统计表呢 分别展示了一个是 在分别展示了区域和行业方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在区域方面呢 我们目前SuperMap原深GIS项目目前遍布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 同时也包含了一些国外的项目 然后在行业方面呢 原深GIS已经覆盖了像大资源大智慧信息办的20多个行业 这里就列举了部分具体的项目名称 包括一些省级和市集的项目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高校啊 企业单位等等这些项目 其中有一些项目呢 标了黄字的比如说像基于华为云啊 阿里云这些就是联合了 这些项目就是联合了华为云阿里云腾讯腾讯云等国产云平台进行建设的 在新创方面呢 Supermap云原深GIS可以适配大多数国产软银间的环境 包括适配华为云阿里云腾讯云浪潮云等多个国产云平台 可以构建全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一个云原深GIS新创联合解决方案 并且我们联合这些环境呢 我们目前已经取得了50多项的一个兼容认证证书 以上就是我报告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呢 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进行了解或者提问 谢谢大家